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被选之一 但可能性不大 上赛季亚当斯打出CBA生涯最豪华的一个赛季 场均38.7分6.8 篮板8.5助攻2.6抢断 得分 抢断 助攻权威联盟前三 其中得分高居第一 这样的表现 让许多球迷称 亚当斯是新疆历史上第一小外 态度和能力能与其媲美的 恐怕只有新疆功勋外员卖龙艾伦了 而上赛季也是新疆被大外员坑惨的一个赛季 布拉切音商几乎缺席了整个常规赛 新疆找到的临时外员肖恩朗和立马表现都低于联盟其他大外员 而尽管如此 新疆还是以第六名的成绩杀入季后赛 这其中亚当斯功不可没 不过 到了季后赛时 常规赛超神的亚当斯却哑火了 面对广东只能拿到场军25分 这大大低于常规赛数据 而新疆更多的时候 甚至只能放上能力 不如从前的布拉切 最终被广东淘汰出局 或许正是因为亚当斯在季后赛的哑火 让新疆动了要换掉他的念头 那么问题来了 若新疆放弃亚当斯 那支球队会得到这位上赛季的得分王呢 首先是最近正记罗密谷寻找小外员的山东队 昨天传出他们对新疆前小外谷德洛克产生兴趣 而亚当斯除了三分命中率不如谷德爱 其余方面几乎都强于谷德 而亚当斯的串联能力同样不俗 会给小丁提供更多的帮助 广东队同样需要这样一名小外员 几乎年年被小外员坑的广东上赛季依然没选成功 常规赛的杰克勋打法不适合CBA 而季后赛换回斯隆也受效甚微 若选择亚当斯 起码避免了重新选择一名小外员的风险 亚当斯会给广东提供足够的激战力 最后是辽宁 上赛季虽然无数次传出 要换掉年龄大的哈德森 但得得冠军的他们估计不会轻易求变 因此他们会追求亚当斯的可能性最低 若新疆真放弃了亚当斯 那支球队会得到这位得